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全世界都在看 中共二十大礼拜天就要登场了 习近平的皇帝梦 就只插这么临门一脚 不过二十大的前夕 天子脚下北京 居然有人挂布条来示威 而且还放了大声工呛瞎 说要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好 这表示中国内部是民怨沸腾吗 同时其实大家也很担心 这位抗议人士现在的安危 好 那另外一方面 回到我们台湾的政坛 柯文哲的爱将也是心腹蔡壁如 她的硕士学位被撤销了 好 今天蔡壁如出面召开记者会 她强调说收到这样子的结果 她是很错愕的 接下来她会寻求管道来提救济身负 如果说最后这个学校得名财经科大 还是认为她的论文有瑕疵有问题 那么她愿意负起政治责任辞掉立委 好 同样是民众党的高宏安 今天的回应是说尊重校方学伦决议 不过反倒是国民党的谢国良超级积极 好 第一时间就发文说要来声援蔡壁如 好 难道现在是蓝白河大方上演了吗 我们稍后一起来了解 好 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陈才能 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民进党张宏路委员 稍后会来到现场 而我左手边要介绍的是国民党立法委员陈以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到的是时事评论员杨总理 孟起好 大家好 好 最后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大家好 好 我们赶快一起来看到的是中共二十大 这个周末马上就要召开了 这一次是攸关习近平的皇帝梦 不过戒备森严的北京居然出现了抗议布条 说要来罢免习近平 国际高度关注 我们也一起来看 北京海淀区交通要到四通桥 13号早上突然有人放大声宫 喊着要罢免习近平 更挂上超长布条 大大红字写着 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风控要自由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聚聚石破天惊 这可能就像几个招牌 在江南部 但我不能重复 这就是几乎和超级 这个是 在江南部 不只是几次击冠军 但对习近平 二十大在即 肃杀气氛下竟然高喊反习言论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赞誉 这根本是当代坦克人 究竟是谁勇于说出群众心声 有人引述推文指出是网友彭仔周 因为他13号凌晨4点就发文要行动 还附上倒席攻略连结求转发 这桥上是有个自焚的嘛 不止挂布条 彭仔周还疑似焚烧物品冒出黑烟 引人注目甚至在被捕后 PO出第一视角影片 习近平想打破限制无止性连任 独揽大权又坚持清零惹得民怨四起 不过当关的没在听 极端防疫下每天一戳几乎成了中国日常 没想到还有更扰民的郑州和广州 越来越多地区跟进一天两检 还可能扩及权势 只能说地方官眼里只有领导最大 在中国没有人民投家 好 北京的气氛现在是不是真的非常诡谨 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北京是天子脚下 照理说这个维安应该是要滴水不漏的 居然有人突破了这样层层的维安 好 跑到了这个北京海淀区的四通桥上 来挂上这样子的白布条 这个白布条里面 写了很多的重点 好 我们一一来看 首先他说不要核酸要吃饭 我们台湾国门都解封了 中国现在还在执行清零的政策 好 另外呢 这位抗议人士继续讲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封城要自由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做奴才要做这个公民 我们看到这个句句都戳中 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痛处 而另外其实不只有挂布条 这个旁边还有大声工 一直在播放 一直在呛吓说 要罢客 要罢工 要罢免 要独裁 国贼 习近平 这是出现在中国的北京 其实在中国就算是其他地方 抗议都非常少见 更不用说这个北京 这是天子脚下的地方 我想先请教一下茗玉姐 看到这样子的抗议 尤其出现在北京 大家确实蛮意外的 不过这是不是也代表 现在连北京都已经 民怨沸腾了吗 确实 因为这个二十大 这个十六号就要登场了 那现在开始北京 一定是非常非常高度的管控 所以竟然在天子脚下 在这个交通的要道 我们所谓这个四通桥 四通桥其实它是一个 蛮有名的一个交通要道 譬如说大家很著名的 中国人民大学 还有北京的友谊宾馆 还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要道 你能够在这个四通八达的 这个桥上面 竟然有人去挂这样子的一个 而且很大的篇幅 对 很总动的布条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中国这种天眼监控 对 这个你知道一举一动 就曾经外国记者 有做一个实验 其实你只要 他只要找一个人 你大概三十秒 就可以马上抓到他 所以竟然可以在天子脚下 在这种天眼的监控之下 你有人还可以去挂这个布条 然后去做这样的动作 把布条挂上去 还可以烧东西 大家会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回过头来讲到这个主题 就是说这个这名男子 现在一个局一男子 因为现在还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所谓的 这个叫做彭在周这个人 因为是在船而已 但是这名男子就是所谓的四通桥事件 现在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热议了 那当然第一个 第一个很多人会觉得说 是因为在这个在十六大登场之前 他们有第十七届的所谓的七中全 那在七中全会上面的公报 大概有两个象征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说 习近平的三连任总书记已经成定局了 因为包括他们有什么两个确定 还有对习近平歌功颂德 认为他说在对香港的事件 对台湾的事件 甚至对防疫的事件 都非常的给予肯定 所以这件事情 他们认为说习近平三连任总书记 基本上是成为定局 之前在传什么李克强什么什么的 这大概都已经不可能的事情 就习近平是比较稳 那第二个 就说因为照理说 习近平如果要交班的话 那在这一次所谓的十九届的七公全中报 那个公报当中 应该会有交班人的名字 因为以往像什么江泽民 胡锦涛他们这些要交报 都会有下一任的名字出现 但是这一次的公报上面 全部都是习近平的名字 他出现了有十四次之多 所以基本上就代表习近平 根本就没有交报的准备 他准备要做万年的皇帝 那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本来以为 本来这个以前有人会觉得说 可以推翻习近平 是不是李克强上习近平下 大家觉得还有点希望 那等于说这个十九届七中全之后 大家觉得说要推翻习近平无望了 所以你在台面的体制上 你要推翻他无望 所以就开始很多民怨就会起来了 就起来了 所以等于说今天这个布条 是讲出了大家的心声 就是代表习近平你独裁 你要继续这样连任下去 我既然体制上没有办法推翻你 那我民怨就要开始爆发出来 那他讲的是不是自治属实 确实是嘛 那当然他讲出第一个就是 不要核酸要吃饭 这就是点出中国现在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现况 像最近最严重的发生在甘肃 那事实上在甘肃呢 他台面上 台面上的这个案例是三百七十二例 但是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 他怕死人一个甘肃大学 一万人一万个学生当中 是至少就有三千 三千名的是阳性 现在都被拉去 在进 都先再拉去做进一步的 这个核酸检测 那你说这怎么可能 只有台面上这个只有三百七十二例 这不可能嘛 所以等于说甘肃现在整个在大管控 那你更不用讲之前 我们讲什么深圳这些地方 通通都在管控 所以在动态清零之下 老百姓没有饭吃 因为他们这个官方讲得很好听 就是说一旦这个你被管控之后 他是会什么亲自送上 送饭到上门给你吃 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 你可能几乎被饿死了 而且他的那个管控 是非常临时的 就你这一个小区 你有发现有这个阳性的 就马上给你封起来 全部的人都不准出门 没有缓冲的 没有 就基本上你要 还要什么上街去买菜 买补给品 这不可能的 那你还要指望说 什么社区给你送饭送菜 这根本就不可能 那甚至很多人 为了这个动态清零 有人大概至少两三年 没有回家了 那甚至现在连工作 都有可能随时停摆 所以生计都出了问题 所以等于说 在二十大之前 这个习近平非常坚持 要清零这件事情 基本上第一个是做不到 第二个就是说 引发非常非常大的民怨 那再加上最近的 那个中美贸易整个升高 美国不是制裁吗 包括他们现在很多都要 那个美籍的工程师 他们没办法在中国被点名的 这些半导体产业继续上班 很多人都选择要辞职 因为他们宁可要保住国籍 牺牲工作要保住国籍 所以现在未来这个中国的半导体 这个连锁效应才要开始 那最后要讲了 之前他们这个包括经济的危机 所以很多的烂尾了 所以中国的内部有非常非常多严重的问题 那现在等于说为了习近平 人家歌功颂德比较巩固他 但是事实上民众的感受是最清楚的 所以等于说这一位 大家封他一个新的封号 叫做新坦克人 坦克人大家就想象 以前的六四天安门 就那种勇士站在坦克前面 要挡那个独裁政权 那等于这一季 我觉得他只是先开了第一枪 那比较讽刺的是说 你网路上现在要转载 中国现在要转载 你的那个微博的小号 马上就被封锁 就全部通通都被屏蔽 然后你的账号也都不能 就马上被停掉 又变禁语了 所以他们现在上我政策下我对策 变成就是一个用语 叫做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就代表说 这么淫秽 对 变成北京四通桥事件的一个秘语 你只要写说我看到了 大家就知道说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那个桥上有挂一个布条 你不觉得很可怜吗 你要批评习近平 你不能讲 你只能讲说习包子 维尼熊 后来维尼熊 现在维尼也不行了吧 就也被禁 四通桥也不能讲 变成我看到了 这到底是什么 我就觉得说 我们生活在这种民主自由国家 我们可以随便 我们很难想象 他们那种管制 对对对 你就知道在习近平的高压统治之下 等于说 就是民众的反弹怨气 敢怒不敢言 只是终于有人开了第一枪 真的 现在在中国 这个禁语越来越多 除了刚才明玉姐讲了 这个维尼也不能讲 现在因为这个抗疫事件 所以四通桥 如果在中国要搜寻 所谓的这个四通桥 可怜也找不到 因为现在都被列入 是敏感词汇了 那刚才 其实大家有说 蛮担心说 这位抗疫人是他的安慰 当然外界现在在揣测说 这个身份到底是谁 好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宅哥 昨天看到这个布条 可能很多中国的民众是心有七七烟 可是他们平常是 大家都不敢说 那终于有一位这样子的人士 这样鼓起勇气来做这样抗疫的事情 六四学运的领袖之一 王丹 就称赞说 他真的是当代的坦克人 不过同一时间 大家也很欢乐 不知道这位人士 现在他的人生安全 不知道说 现在是不是真的还健在 这个宅哥怎么看 孟起正向来看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 从1949年12月到现在 他会有民间有这样的声音 那是很自然的 但是这个声音 他为什么是像那个灵星一样 都是稍微放下来 好像那个鸳鸯炮一样 没有什么连续的 所以正面来讲是需要被鼓励的 那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迹象 可是看共产党要反着看 要反着看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在这个七 这个就是说十九大的七中全会之前 大概有将近 习近平有将近八天 是神隐了 那时候不是传说 习近平被软禁了吗 因为他从哈萨克 从那个上和会回来之后 就不见了 对好像神隐了一次 对大概八天 他就说李克强准备要接手了 然后那个谁怎么样 结果他还不是这样子就出来的 所以基本上那是一个整肃的过程 所以包括这个现象 我认为他是一个整肃北京的一个高级黑 一个高级黑 你像海淀桥那个桥面 那个桥面是整个控制人流 车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所以不可能是让一个人可以再贴 因为他总共有四面 依照我选举我自己贴布条的经验 贴那个四面 尤其是在高空的桥面 那是要有很高的不止一个人 一个人是绑不了那个布条的 他至少要一群人去绑那个布条 尤其现在北京已经进入到那个 那个深秋了 他是很冷风很大的地方 所以很困难 所以我认为这是习近平 他透过这个方式高级黑来整肃北京 在他十月十六号整个二十大召开时候的 一个最后的清洗 所以也不要用太乐观的态度来看 因为中国人在所谓中华民主的 这个民主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下 他基本上已经变成奴才 最后一句话讲得很好 我不要当奴才要当公民 可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很强吗 你看在台湾的中国人 他们的公民意识很强吗 我举花莲为例 花莲的傅昆琦所统治下的花莲 花莲人一样不敢讲话 不敢讲话 所以这个从所谓民主性来看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再来讲习近平的称帝之行 这个关系到不是他 他当然他控制了 以我自己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来看 就是习近平从2013年上来 他控制两个最主要的单位 一个是国安 成立一个国安会 另外就是军队 把七大战区编成五大战区 所有战区的司令员 然后政治员 然后包括各种特种战区的司令员 还有政治员 政治主任 全部都是习近平的人 所以基本上他是稳稳掌控军权 在中国共产党是 枪杆子出政权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传统上面 现在在中国共产党里面 我不是讲中国 我想中国共产党里面 没有一个人可以挑战习近平 中国有14亿人口 中国共产党党员有将近1亿 1亿人 这1亿人控制另外 我们就14个人 一个人去控制13个人 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子 但是那是在中国的境内 你把中国放在整个 我们又讲到说 整个亚洲地区的安全稳定 我们知道在2017年12月 川普上台之后 他发现在1970年代 尼克森的这个国际经济 互赖的对中国开放 世界开放 这个是完全失败的 所以在2017年12月 川普的第一本国家安全策略 就已经把俄罗斯 跟中共列为战略的敌人 然后在拜登的时候 大家以为拜登会改变 川普的真实 没有 拜登甚至加强了 川普在2018年2月 签署了美国的印太安全战略架构 到2020年5月24号 拜登完成的IPEF 就是把经济因素的加进来 就是印太经济架构 这整个完成了 大家看 我这个图已经让大家看过很多次了 现在这个图就是未来 中国共产党要面对世界的问题 就是民主的力量已经结集了 然后对抗中国共产党要搭配北韩 然后俄罗斯 那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 整个把北约整个结集起来 所以等于他在北方已经没有后援了 他现在单独面对整个太平洋 那台湾就是在整个印太架构的中心点 所以他当然暗夜吹口哨 他要怎么2020年要自台的战略 拜托 台湾人有自信一点 说习近平想打台湾 以前睡觉才好面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 台湾整个最后一句话 台湾整个安全问题 也牵涉到整个印太安全架构问题 就是台湾内部有中共的代理人 如果台湾内部的这样的对中国共产党的那种侵占的态度 没有改变 包括中国国民党的里面 比如说那个马英九这些人 然后像亲民党的柯文哲这些人 如果没有改变 没有认清说习近平这种这种集权扩张 数位独裁扩张 影响整个全世界的安危 影响台湾的生存权的话 那就是整个世界民主灾难的焦点 但是相对的 如果我们台湾人透过民主的方式 把这些人全部都消灭了 台湾就会稳稳的站稳在世界民主的最前端 我们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社会 真的就很难想像说 在中国这样极权统治之下 他们的领导人的思维 习近平就想要做红帝 尤其现在外界研判 习近平他连任总书记 三连任很有可能是已经成为定局了 那尤其最近大家又看到说 有外国的媒体有报导 说习近平他有制定了一套 不寒而栗的治台计划 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了解